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大家都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关于钱。 4月份,英国移民政策里面把投资移民,200万英方投资移民停了。 在目前情况下来看,要想短期内进入到移民的途径里面,进入到能拿绿卡的英国移民途径里面,只有两种。 一种是工作签证,比如说你找到一个雇主,拿到一份工作,拿到一个担保,五年可以拿英国绿卡。 或者是第二个方案,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关于创新签证,创新移民。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创新移民的几个基本要求。 简单来讲,第一,你要有雅思5.5,单向不低5.5,或者有小国护照也可以,比如说圣基斯,尼威斯,这种小国护照是免考英文的。 第二,你要有一个商业计划。 第三,你要有一个担保机构同意你的商业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拿到一封担保信。 拿到担保信以后,你会提交这个申请。 从目前来看,周期有快有慢,从三个月到六个月不等。 当你拿到了担保信递交签证三个月之后,你会拿到一个三年的英国创新移民签证。 要满足以下七个条件当中的两个条件,你才可以获得绿卡。 哪七个条件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投资五万英镑,这个大部分人都满足。 第二,产生五个就业机会。 听清楚,五个就业机会是三年当中产生的。 第一年两个,第二年两个,第三年一个是可以的。 三年当中产生五个就业机会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三年当中产生十个就业机会,年薪不低于一万五千英镑。 我们补充一下第二个条件,两万五千英镑是五个就业机会的最低年薪。 每个年薪最低不得低于两万五千英镑。 所以第一,五万英镑。 第二,才是五个就业机会,年薪不低于两万五。 第三,才是十个就业机会,年薪不低于一万五。 第四,你如果能够证明在第三年的时候产生了一百万英镑的营业额。 第五,如果你能够证明在第三年的时候产生了五十万英镑营业额。 其中有十万英镑是出口。 比如说,如果你是做代购,或做电子贸易的, 或者说出口到中国的这种模式是比较适合的。 第六,你如果能够证明你的项目在同行业当中处于领先地位。 第七,你如果能够证明你的项目有重大的知识产权突破。 听清楚,七个条件当中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 大部分人选的是一加二,就是投资五万英镑产生五个就业机会。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在第三年到期的时候, 申请英国绿卡。 今天的主题就是来分析一下, 如果你选择一加二是什么样一个成本。 分析完一加二的成本之后, 我们再来分析一加五, 也就是投资五万英镑产生五十万英镑营业额, 其中有十万英镑是出口。 我们先来看第一类,五个就业机会。 首先我们要从整体看,创新签证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英国政府为了鼓励大家来英国设立企业,来创新。 你的商业模式必须是有创新性,有延续性,有可发展性。 好,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 一个是关于拿到担保信, 你这个必须高大上, 必须有科技含量, 什么人工智能大数据, 自动匹配, machine learning, 这个因素都是要有的。 但是实际操作当中,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 就是移民局并不关心你到底是什么, 因为移民局并不懂。 关心的是什么呢? 移民局关心的是什么? 是你的就业机会, 是你的运营是否真实。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重点看一下, 运营有可能涉及到哪些成本。 在说成本之前,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说我做的是一个fintech, 金融创新, 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去做摊管是肯定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说我做一个有FC牌照支持的一个投资资产管理类的这种项目平坦, 是可以的。 换句话说, 你可以不完全按照商业计划中, 但是你不能超纲超的太多, 不能跨行业。 好, 回到这个成本,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选择五个就月机会, 我的成本大概会是什么情况? 第一个成本是我的人工, salary, 两万五乘以五等于十二万五千英镑, 这是硬成本, 硬成本是什么呢? 就不管你有没有收入, 你都要准备好这个钱, 但是有些人会说, 我可能会有收入, 那如果有收入就恭喜你, 那如果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在假设没有一分钱收入的情况下, 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状况, 第一个成本是工资, 第二个成本是什么呢? 是税, 这个税呢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是员工的个人所得税, 那如果说你是正常雇佣, 正常聘请, 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个人所得税是属于员工自己付的, 那如果说我们假设, 我并不是法律建议在这里, 就是如果说你的用工机会是有单独规划, 不单独安排的, 是要你来承担的, 那你会面临一个十二万五乘以百分之二十的个人所得税, 但里边会有一些抵扣, 比如说你的个人所得税洗证是一万二千五或者一万二, 你会有一个抵扣, 我们统一算大数,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这个成本呢会是在两万五, 这是你的这个个人所得税, 员工的个人所得税, 第三个成本就是五险一金, 五险一金通常的算法呢是工资乘以百分之十三, 所谓工资乘以百分之三, 包括他的退休金养老金, 叫Employer Contribution, Employee Contribution, 但你也可以选, 你可以选低一点, 比如说选的百分之十,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来算百分之十, 按照百分之十算, 十二万五千英镑百分之十, 等于一万两千五百英镑, 这是员工的五险一金, 接下来成本是什么呢, 是你的第三方费用, 比如说你的accountant, 两千一年乘以三年六千, 这个是跑不了的, 这个基本数啊, 你如果银额高, 遇到更高的这个会计成本, 第四个成本, 是你的办公室成本,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没有办公室, 没有办公室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既然做这个商业规划, 就要把这个成本算高一些, 我假设你有一个虚拟办公室成本, 伦敦是比较贵的, 你如果在博明汉这种地方, 五百块钱一个月, 你是跑不了的, 即使是虚拟办公室, 也就是六千一年, 你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运营成本, 比如说你不能说, 银额账单开下来, 就是几个发工资交税, 就是这些基本的会计服务费, 你还会有一些基本的运营成本, 比如说电脑, 比如说一些办公用品, 比如说一些机票, 一些商业行为里边, 这个部分我觉得五千磅一年, 是比较合理的, 比如说这个是一万五千英镑, 这个只是一个大数, 这是一个大数, 还不包括什么呢, 你还会有一个重点的开支, 对, 大家在做创新移民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重点开支, 你的科技研发开支, 因为从目前看到的, 所有拿到这种创新类的, 创新移民的, 担保性的这种商业技巧, 都是科技类, 换句话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科技平台, 哪怕是网站, 哪怕是有一个基本的这种网站, 科技投入, 20K是跑不了的, 好, 我们来重新看一下, 统计一下这些成本, 包括薪资, 包括税务, 包括无险一金, 包括会计服务, 包括办公室, 包括一些其他的不可预见性开销, 以及你的科技投入, 总共加起来, 大概是200.5千, 20万英镑, 有的人会多, 有的人会少, 这个取决于你的背景, 如果你说我本身就是做技术的, 那这个20千可以少, 比如说我真实有雇佣人, 那这个12.5千可以少, 但是你的硬开支, 比如说你的税, 你的办公室, 比如说你的会计费用, 这个是跑不了的, 这个成本的只是给大家一个固定的, 一个参考性概念, 20万英镑是怎么花掉的,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20万英镑扔到水里, 能保证五国就业机会, 是值得的, 但如果说你说20万英镑投资的一个项目里面, 别人帮我扔值不值, 我会告诉你不值, 因为里面风险很大, 你告诉他往水池里扔, 他可能往水坑里扔, 他扔的不是地方, 产生不了你耳的东西, 也就保障不了你的绿卡, 这个是我一直强调大家要注意的, 不要去投资什么外部的一些企业, 再好的项目都不要投资, 越好的项目坑越多, 我要项目真的好, 我还差你家20万英镑, 这是我一直要提醒大家, 做创新移民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的一个部分, 我们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 我们会从您的背景出发, 帮您定做一个, 您可以自己操控的, 可以自己投入的, 可以自己参与的这么一个项目, 但是成本你要准备出来, 我能给你思路, 给你方向, 但是你要自己准备好钱,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成本预算,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关于创新移民, 三年当中获得绿卡的成本, 会是有多少成本, 它都包括什么样的细节, 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 可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谢谢。